年夜饭必备的开运菜,开瓶五昌鱼来咯 买这个五昌鱼呢,不要让它放在干嘛 处理好以后呢,给它表面盖上一张出防纸 这样防纸滑 然后呢,顺着这个边 改刀切成两条鱼刺宽度这样的一片 因为鱼骨比较硬,这也是这道菜唯一的难度所在 都处理好以后呢,再次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放到大碗中,加入白胡椒粉,料酒 抓匀腌制10分钟的时间 10分钟以后呢,给它摆个盘 摆成孔雀开瓶的样子 再将鱼头放到中间即可 边缘的地方点缀上小米辣会更加漂亮 放入蒸箱 蒸制15分钟的时间 蒸好以后呢,把它拿出来 中间的汤汁部分倒掉 这样做可以进一步去腥 然后放上葱姜丝 点缀小辣椒增色 淋上蒸鱼齿油 在葱丝的部分泼一个热油即可 一道好看的开瓶五昌鱼就做好啦 超适合年月饭的一道菜 感兴趣的你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请您点击关注收藏 我是雏娘小宁 咱们明天见啦